有些人看過我一次兩次 經常發微信問我問題 叫我老師 叫我道師 這些都叫寡名弟子 寄名弟子 寄名弟子 知所謂的人差不多是寄名弟子 有時老師就會找大師兄指編一下你 老師有意思是親自指編你 我老師羅先生在中山大陸碩士的時候 得到歐陽檢毛的大弟子呂程先生指導 大師兄代師父指導 現在密宗都可以這樣做 密宗的上司有些說收同弟 但上司自己沒有時間教他同弟 就叫大師兄教他很多 武術當然是 如果後期的弟子 你根本未必那個師父都老了 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師父不會真的教你拳腳 你抵押查拜律師 很多功夫都是大師兄教 全部都是這樣的 大家記住 所以南歐北韓這個叫漢清靜 它最出名就是研究儒家詩 儒家詩裡有個書 科具披尋記 科具就是分科 分段落分科目就是科官 分成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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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個小標題它叫科官 披尋就是什麼 即是左叉叉右叉叉 披尋即是註解 但它很謙虛 它說我左叉叉右叉叉 前叉叉右叉叉 他事實上真是叉叉 為什麼呢 因為漢清靜很熟 瑜伽詩裡 他熟到 用前面的解後面 後面的解前面 前前後的白卷 哇 分分鐘他跟原裝法 是這麼熟的 他已經 所以他用瑜伽詩裡 來解回瑜伽詩裡 沒有人跟他熟 這個就是披尋 披尋即是翻一些東西 即是翻一些東西 客氣 這幅書呢 什麼叫徐學瑜伽菩薩界呢 瑜伽詩裡論是 微勒菩薩開示的 一百卷的大論 大小成的道理都在裡面 瑜伽詩裡論 你無算 所以瑜伽詩就是 等於中國的禅師 就不是扭頭扭頸 倒轉那種叫做瑜伽詩 就是收窄禅定止觀 和真理相應 嚴格來說 釋迦牟尼佛都是瑜伽詩 它是圓滿究竟的瑜伽詩 中國人就是懶 就將那個瑜伽詩就不用 覺得他腸內 就叫做善詩 善詩就沒有瑜伽就沒有 瑜伽就沒有 瑜伽就是相應 與真理相應 善至聖拿都是定的意思 定就是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不一定得到真理 對嗎 所以中國有很多盲修核練的意思 因為我的名字改錯了 瑜伽詩就一定跟真理相應 才叫做瑜伽詩 很嚴格的 瑜伽詩的論文裡面 有十七地 十七地就是實法的十七個基礎 十七個要點 十七地最重要的叫做菩薩地 菩薩地裏面 就是講菩薩要如何修行 陸波羅文 發菩提心 講菩薩的種性 為何可以成為菩薩 其中有一個品相叫戒品 戒品裏面 就講出菩薩的行為如何 這叫做瑜伽菩薩解 簡稱 所以原裝法之後 另外翻譯一個戒品 叫做瑜伽菩薩戒品 都說得 這個研究是大成特教最早的瑜伽 樊網經來到中國 也有中國人編輯 它是根據印度來的戒品 再加入中國瑜伽的思想 令中研那個印度 雖然凡網都嚴厲 尤其是在家人手凡網 是太嚴 很多人做不到的 言也太重要 他用瑜伽的精神加起來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凡網不是假的 但它是中國人偏的 但這個原則原味 印度偏的就是瑜伽菩薩的 它有彈性很多 很適合現代社會人遵守 所以這個菩薩戒品叫做菩薩學柱 學柱就是戒的別名 即是菩薩應該學習的地方 你不要當它戒律 當它戒律你還怕 我犯戒了 你當它應該學習的地方 你想做菩薩你應該學些什麼 所以叫做菩薩學柱 好 好了 這個戒品 原裝法師和弟子都授辭這個家人的世界 但你法惠星中 此因此法惠已經斷了 近代中國 在韓征令之前 沒有人是全家人的世界 只是全中國人自己編的法案戒 所以沒有人學到 那你學什麼呢 那你自己學 自己學呢 所以這個前年加兩次叫做徐學 是否提醒我 徐學儒家菩薩戒清淨術 徐學即是我自己跟徐學 我沒有正式受戒 就叫做徐學 但你看看我 我這本書有個罪 還有什麼後記 還有後記 皮沙門天王那幅佛像前一頁 大家看不看那幅佛像 皮沙門天王像和我的傳記 小傳的前一頁 此一頁就是我為這本書死的後記 後記裡有個村名在下面 名字叫什麼 儒家菩薩的弟子王連章謹式 我就威過韓清淨 他就除學 我就不用除學 為什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人全界 你自己學著來守 就加了徐學任的字 已經正式人受戒 你就可以拿了徐學任的字 我先說 原裝法師的儒家菩薩戒本裏 有個叫做揭莫文 揭莫就是凡文達馬的字 即是達摩祖師的達摩 達馬這個字 即是儀式的意思 作法的意思 就是一個進行方法 進行方法叫揭莫文 就教你怎樣受戒 如果有出家人幫你全界 就怎樣受戒 怎樣唸戒 就教你 如果沒有出家人在 沒有人沒有私人在全界 你自己怎樣傳給自己 交給你 所以當時我在香港 就位老居士做房地產 是仇慧芬老居士 他是保蓮子的大戶法 很多法師跟他很熟 現在戒成法師在香港的佛堂 就是他的 他以前在鳳鳴大廈 起家發達 他說很多有錢人都住在鳳鳴大廈 包括霍英東他們 包括李兆基 霍英東他們 他這樣說 所以有些老人家 發達後就捨得賣 他自己住過發達 他保留在這裡 他保留了幾十年 就問我想做佛堂好不好 引導人來拜佛 因為居士的組織很好 我說你改了名叫做靜基佛學會 你那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法號叫做仇靜分 清靜的靜 芬芳的分 我說你的靜就用你 他司機又叫李兆基 香港很多人叫李兆基 拍電影也叫李兆基 他司機又是其中香港一個叫李兆基的人 你司機有個基字 你有個分字 叫做靜基佛學會 靜基是靜土的基礎 為什麼 又把你兩夫婦的名字放進去 他開心得不得了 就搞一個佛堂 引導人家有人請法師來 搞一些簡單的佛會 請人說幾個 他主要是請兩個 一個就是寶蓮子的聖一大皇上 一個就是我 那我就在他弘揚慈士學 一到一段時間 大家就覺得 這個佛堂的一界很好 那就不如搞一次壽界 當時香港沒有人識傳 沒有人識傳 我們就自己傳給自己 嚴格來說 所有全界的 你要看原裝法才會見到 所有全界的 是人世間的法師 是一個見證人 界是只有佛菩薩才會傳到 所以誰會傳 是釋迦法 民術 好兒 歡憂媚 這些才是真正的全界者 明白嗎 凡夫是傳到界 凡夫傳到見證 就算你出家路 你就見證人 所以我們是直接跟佛菩薩是得界的 但是要找一些見證人 這些見證的人就是你出界的人 他說是全界的師父 其實那些出界人是代佛菩薩全界的人 給你 既然沒有人敢傳 沒有人識傳 當時都說我們自己 請佛菩薩直接傳給我們 叫佛菩薩 叫做自秀 當時自秀就是在政經份上 我就做了這些 照足自秀 很難 他什麼 那個 那個 演空法師 當時沒出家 香港大學的演空法師 現在是鄉大學佛教研導中心的中間 他兩公不好的時候都沒出家 後來他太太跟了智蓮淨婚出家 老公就跟了聖一大和尚出家 聖一大和尚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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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和我一起守戒 還有陳達志 陳寬文 一些大盤人 都講經的香港 都講學的 仇佬居善都跟著一起守戒 自己也一起守戒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也是自秀 我不會這麼傻 摸傳給你 免得別人講閒話 我說我們全部都一起守戒 我十次都會慈仇 你日日慈仇一次都可以 沒問題 復毛先生不會拒絕你 治爽之後 我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有機會 遇到一個法師 出家的法師 他肯和你傳 他有這個傳承 他明白 他要懂 他現在不懂 他能傳給你 他連儒家佛教的內容 我不懂 他瞎瞎瞎的傳給你 他精通儒家佛教 他明白 甚至他有傳承的 他有一個更厲害的大德 傳給他 他就可以傳給你 你們將會再去 再實 當你還未正式有個法師 精通儒家佛教的法師傳給你 你自己想佛前 請佛傳給你 自受 你就寫徐學 你開始 所以我最早的時候 叫徐學 如家佛教教 後來我去到美國 我就醒起 美國有一個 懂得的法師 就叫敏智長老 敏智長老 這位法師 以前是江蘇 天靈寺 有一個叫天靈寺 大家聽過嗎 安靈的名 方丈 解放前 後來我 後來我去到香港 有一個好的學問 他是武昌佛教院 不如武漢 是泰虛大師的男子 來到香港 他住在矛盾 小廟住在大嶼山 但是佛教爭騎會 爭騎會 是洗陳法師創立的 如果你們戒成法師就是副會長 最早就是洗陳法師 就是妙法師的洗陳法師 創立的時候 他就很尊重我師傅敏智長老 就請他做一本雜誌 內名雜誌的社長 後來我師傅敏智長老 就去了美國 美國的大居士 叫做沈家貞 在美國紐約 他在中國做棄輪 就是渡海小零生意 他到美國第一個 在大學 他在鬼女的大學 在佛教讀書館 然後他就建了大國子 又建了大莊嚴子 還有一生的家產 都來建子 弘法 他就請了敏智長老 去做大國子的主持 後來晚年 敏智長老不再當住前 就隱居於唐人街紐約 都跟人家講解釋物經 講一命 他的語言很難聽得懂 江蘇華 又不是正宗的國語 什麼什麼的那種 但也有很多老人家 都經過我佛 我就說 我在香港跟他結局的語言 有一次在大學生等車的時候 我跟一個同學講佛法 他一旁聽 聽了之後很震驚 他說你年紀輕輕 為何是這麼精通佛教讀 你懂不懂英文 你如果懂英文 你就是來美國王法 你幫我 他曾經講過 我跟一個老人家 等巴士過程 他一查給他 原來是這麼有內厚的 這是老白師 我去到美國 那時候來到加拿大 我移民去加拿大 講我的講學 有些學生跟我說 我們一起到美國 請敏智法師 跟我們傳佛教讀大學 我當然先請求他 他先 他說沒問題 我們在武昌的運動院 就是學佛教讀大學 我傳給你 我現在去 去了 跟他授課 就開始這個風氣 在敏工一路未過世之前 裏工去加拿大 在創立了加拿大的安省法上學會 每一兩年都搞一次錄去美國 去授課 敏智法師過身 就請敏智法師其中的弟子 接法弟子 叫什麼 叫什麼 一個比丘力 東連國縣 溫哥說東連國縣的賢德法師 賢德法師是比丘力 他很有學問家 他在日本拿廢學石士 剛剛九十幾歲今年過身 我們搶兩年前 我們找一個人看過他 他不是很精準唯識 但是他是有學問的 唯識上是太難 他是敏智法師 敏智法師 是全戰法弟子 後來敏智法師過身 多倫多的安省法上學會 就請他去溫哥學 飛去多倫多全界 所以現在很多人想傳 現在無大街 是一個顯晰法師 我的學生顯空也在傳 傳給人 但是有些人又不太服氣 就不想跟他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覺得他沙塵一點 做到這個出嫁 顯空當時我們教 他還未出嫁 我就說 你跟我自授之後 你將來遇到太虛大師的大事 可以再接受 他就在香港叫中安法師 馬來西亞奔承是中安法師 他就很棒 就是卡拉米中安法師傳 中安法師又傳到 現在不是介給他 所以他也得到這個系統的真傳 中安法非常後期的學生 我敏智了就是早期的學生 這個故事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了 除學兩個字呢 就是因為我正式受教 所以將來如果你找到人 正式跟你傳儒家浮薩界 你就可以叫做儒家浮薩界弟子 但如果沒有人跟你傳你自己自授 或者舉辦什麼儀式自授 你就要加除學兩個字 韓智說我是自己受的 自己隨著來學習 我沒有正式受過出家人 這個全界的儀式 所以我叫做 徐學儒家浮薩界弟子 韓智智 我以一個菩薩界弟子的身份 來諸解埔 唯識三十種全句 很認真 很用心 還有我諸解埔這本書 是為了利益世人 是做菩薩的行為 菩薩最重要的利益世人 諸解埔酸能夠利益 很多眾生 最後這個術字 說明它是術而不作 什麼叫術而不作 術就是講術 就是複術講術 聚術 就是將聖人的道理 重新講一遍 就叫做術 有時叫做贊 就叫做贊術 如果作是自己的 我自己發明的 我的作品 明白嗎 我術就是謙虛 我只是重複聖人講我的話 我不敢說我自己有什麼創造的意見 我沒有什麼創新 沒有什麼發明 我就叫做術 如果你有偉大的發明 有些新見解 你就叫做 記住 這個字也有講究 明白嗎 有看到什麼叫徐學 怎樣叫徐學 我要說 說15分鐘 10分鐘 要3圓 看見證文 在第四項,我在佛學院一口說三,總共沒有停 那些人的廁所都沒得去,當然自己去,我不用去 所以都沒有什麼答案,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金解始終,大家看到嗎? 第四項,現在解釋這個維釋三十項,將法論端 將會首先發揮、發揚、說明,這個是發明的意思 發明就是說明,將法論端,這部論的開端 即是這部維釋三十論項,一開始 我要說明什麼呢?這個法就是發明的意思 發明的意思就是說明,發出說明,端就是開端 即是這部未正式講每句,每句解釋之前 我要先來個前意,先來個解體,先跟大家講個大概 好,你問一下概論,略以四義,簡單用四個道理 或者四個要點,先跟大家解釋一下,然後再逐句解釋 文答分別,用文答的形式分別說明這四個要點 一者,一者,釋,第一,什麼叫釋,遺釋的意思 第二,二者,遺釋二,遺釋兩個字為甚麼 三者,遺釋教二,遺釋教三個字又為甚麼 遺釋教就是等於佛教那樣 第一,第一,佛釋,第二,教字,第三,佛釋教怎麼解釋 甚麼叫遺釋教,四者,立遺釋二,為甚麼要成立遺釋 要建立遺釋,明白嗎? 郡何明釋,了別已故,甚麼叫釋? 這個釋字,焚禮叫遺釋 遺釋啦 Brittany人 這個遺釋臘也入圍式就是了別 Doncs,了別,譾,了解 意思呢? 便別। 去了解辨别的一样东西就叫做 识 现在我们细续叫做什么 这个字叫做识 范体字这样写 写回范体字 认识 我们怎么叫认识一样东西 要东西一样了解的东西 辨别的东西 你认识这样东西叫做乱背 认识这个叫做闹钟 认识这个叫做毛巾 认识这本叫书 认识了 认识是什么 你了解到为什么叫暖杯 因为它是补暖的 是装水的 明白吗 你变得暖杯是跟闹钟不同的 你不会拿着这个说我喝水 那会不会这样做 你不会那么蠢 你不会说这本我现在看书 拿着暖杯看书 不是 那本书在这里 明白吗 你了解一样东西 能够辨别这样东西 跟其他东西不同的地方 就叫做认识 明白吗 我们经常说认识认识 自己都不懂 什么叫认识 认识就是了解便便 了解就是了解这件事 事物本身的内容自性 明白吗 它的内容 便便便便便便 这几个事物和其他事物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叫便便 这样才突出这件事物 突出这件事物才能够认识这件事物 如果你若想认识乱的 那你就认识不了了 认识得不清楚了 没有认识没有知识 糊涂糊涂了 云和明识 什么叫认识 了别意故 了解便别就叫认识 了别别境明为色故 了别别境 别境就是个别的对象 因为境界用现代话简单就是对象 object 英文那个 了解个别的 every individual用英文说 individual单独存在的 个别独立的对象就叫做 你一解到百话简单 你转去遇到个好老师 才解给你听 就叫认识 指伏百种有八种认识的能力 一者颜色 视觉神经的认识能力 二者耳色听觉神经 耳制都听觉 听觉的认识能力 三者鼻色 臭觉神经的认识能力 四者蝕色 微觉神经 蝕就是味道 微觉神经的认识能力 四者蝕色 鼻色就是臭觉神经 四者蝕色就是微觉神经的认识能力 五者身色 身色就是触觉神经的认识能力 六者意识 意识用现代话就是大脑神经的认识能力 第七 门罗色 第八 阿赖色 这两个字就是后面特别的解释 第七 什么叫颜色 依于颜根 这个根字 是有真相的意思 这个根 这个根 根最主要是由种子 种子 种子就会上出牙 就作为根 一直标 植物会升出来 所以有根部 一件植物 有根部 这根就是根 这个就是树干 树枝 树叶 甚至果实 这个根 这个根 根最主要是由种子 种了种子 就慢慢标升 标升 它就有向上 由种子 有根后 它能够向上 能够增加它的成长 向上 所以根有增上的意思 增加向上 就是根 根本 根本 我们有没有根本 即是用现代 或者基础 基础 基础 平直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便想不到它 是吧 你没有下面楼 地下一层 你怎样走上去 这个就是你的基础 你的根本 这个根才能够向上 好了 这叫眼根 眼根 就是颜色之根 意思就是 能够变变不同颜色 基础的最重要的凭据 这个就是个凭据 凭据 凭据即是用现代 或者是器官 器官 或者如果是死物 就叫工具 如果是人体 就叫器官 我怎样开到门 用锁匙 你怎样看到东西 用眼 用简单 所以这个眼就像工具 器官就是彭直 你有这个彭直 这个根 就能够跟进一步 产生这种认识的能力 这个根 所以用现代话 相当的器官 或者甚至叫做神经组织 Earth system 如果器官 就是sense organ 感觉器官 不是普通器官 不是那些心肝皮 贵神 心肝皮是感觉不到的 你以为神的感觉是什么颜色 你以为神的感觉 什么味道 都感觉不到 只有眼睛眉身 所以叫做感觉器官 英文叫做sense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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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佈门了神经组织 这是Nerve system 所以有人说 根子神经组织 根子的感觉器官 各有各种不同的分析 这个根有两种 这个根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浮根层 浮座的根层就是 塵土飞扬的层 层这个层粗的物质 一粒粒看得到的 在空气里面 如果那些微粒子 我们看不到 如果看到很大层 就是大 你明白吗 就是粗的物质 我们看到很明显 这个桌 明显铺了一层层 一门 只能看到一层层在那裡 如果是很小的 微粒 你看不到的 污粗 你也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铺了一层层 肉眼看到的 肉眼看到的 这种尿层 辅助一种叫淨色根 这个淨字不是解清淨的意思 这个淨字不是解清淨的意思 这个淨字是自根微妙 微妙到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也是相对最干净的 这个淨是干净的意思 就是微妙到你看不到的 色是色法的物质 一种是很微妙 肉眼看不到的根 所以有人就怀疑它是淨色根 只是神经组织 那些神经我们看到的 神经组织分布在器官上 这个器官我们看不到 但是有些人甚至说 这个淨色根可能都尽 比小时神经组织 都有可能 究竟是什么 你无人自动 总之印度佛经说有一样东西 叫淨色根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神经组织 神经系